早已远离普通人生活的毛笔 为何获得了联合国手工艺大奖 华丽灵秀的胡影 究竟沉淀了几多遥远的文明 书画家手中的生花妙笔 又凝结了历代笔工多少沧桑 请收看探索发现即将播出的大型系列片 首一第二季之 胡笔生花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作为文房四宝之首 毛笔记录了远远流长的中华文明 自元代起 胡笔成为笔中之冠 前不久 一只中国胡笔 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 杰出手工艺品大奖 实际上 毛笔已经离开 普通中国人生活许多年了 为什么这只胡笔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看重 而作为一种手工艺品 胡笔又是怎样制作出来的呢 浙江湖州位于太湖南岸 今天是长江三角洲经济圈的一部分 千百年来 这里一直是胡笔的主要产地 在胡州市洪其路步行街上 有一家王一品摘笔庄的门店 2012年的初夏 我们慕名来到这里 请问需要些什么 我听说你们家的店是胡笔最老的字号 对 我今天是专程来参观了解一下胡笔的 好的 那我先给您介绍一下胡笔的品种吧 行 像这只蓝龟 就是我们的比较小的一种胡笔 这么小 对 这是用来描线的 然后像这只笔 就是比较 大的一只 尖蚝笔 就是胡笔 这是最大的吗 也不是最大的 还有更大的 在这家笔店里 有林林总总的胡笔 共500多个品种 就是羊蚝 分为羊蚝 狼蚝 尖蚝 紫蚝 四个大类 从书画大师 到初学书法的小学生 都可以选到合用的毛笔 许多文化名人 还根据自己的风格 特地来这里定制 胡笔又称胡影 被公认为笔中之冠 与挥墨 宣纸 端艳其名 胡笔中最经典 最常见的是杨蚝笔 汪一品的杨蚝 驱自江苏南通的山羊 胡笔的特色就体现在风影上 银是指笔头尖端 那段半透明 颜色发暗的部分 一支具备了风影的胡笔 笔形优美 书写时既蕴墨 又可以写出笔峰 这是王一品的一个制笔车间 胡笔的主要工序历历在目 包括水盆工序 截头和装套工序 则笔工序 刻字工序 而每道工序又分为若干道工艺 做出一支合格的胡笔 需要完成一百二十多道工艺 每道工艺都必须精益求精 因此才有胡影之际假天下的美誉 水盆工序又称水做工 是最关键的工序之一 原本作为笔料的羊毛 经过这道漫长的工序 将被制作成半成品的笔头 一支山羊平均只能出产一百五十克毛笔料 其中带有风影的羊毛 只有三十克左右 全部出自山羊四肢的腋下 唐代大师人白居易 对此有失赞道 千万毛中简易毫 一支上等胡笔 往往要用尽一到两支山羊出产的风影 朱亚琴是王一品的生产技术科长 也是胡州著名的制笔大师 对胡笔各道工序的技艺 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水盆的第一道工艺叫做拔羊毛 就是将原本通过一些残余组织 粘连在一起的羊毛分离开来 并且挑出风影较长的羊毛 第二道工艺是做根 用一把特制的牛骨梳子梳理羊毛 以求将羊毛中的绒毛和杂质清理出去 牛骨梳子韧性较强 不会伤毛 因此千百年来 一直是水盆工序的利器 下面一道工艺叫做收风 是将一柳羊毛的尖端组一对齐 经过这道细致的工艺 一柳羊毛的风影部分已是清晰可见了 一千多年来 胡笔工艺的传统是女做水盆 男做则笔 朱大师告诉我们 过去在许多胡笔世家 女孩子年纪很小 就要帮父母做水盆了 不论春夏秋冬 胡笔女工的双手 每天至少有十个小时 浸在水中 奇苦难当 特别是在夏天 要向手上涂抹明凡 否则双手的皮肤就会被浸坏 尽管在胡笔时间短暂 我们仍打算拜朱大师为师 学一学水盆工序的几个关键步骤 哪知水盆工序对坐姿 有着严格的要求 座椅相对桌案 要有一定的角度 所以是靠近这个盆 老师 为什么要这样斜侧着坐 才可以 才是最好的姿势 斜侧着住呢 你这样呢 你身体能够靠近那个工序 这个水盆 然后你正着住呢 你这个席杆已经定住了 这个人靠不近了 哦 隔远了 对 然后你这个脚分开呢 又太难看 不像那个坐着别的姿势了 要讲究严厉 要讲究对 是的 现在我们学做的工艺叫做 挑披蚝 就是将不具备蜂颖的羊毛 挑剪出去 从而保证 这柳羊毛全部具有蜂颖 这个步骤看似没有技术含量 但需要有极好的眼力 极大的耐心 和极强的责任感 你眼睛好 这道工艺的工具是一把薄而钝的刀片 通过食指和刀片的配合 剪出不具备蜂颖的羊毛 只有将这些杂毛挑出去 做成了笔在书写时 才能有收风的效果 刚刚做了一个小时 便切身感受到质笔的艰辛 而挑披蚝 只是水喷工序中很小的一部分 难怪学做胡比 仅水喷一项 就要历练三年才能出师 挑披蚝完成后 接下来的工艺叫做圆笔头 要将整理好的羊毛 仔细打薄 翻卷 这样一来 朱大师手中的羊毛 终于有了笔头的样子 紧接着的一道工艺 叫做盖笔头 就是将事先挑出的 有风影的一层羊毛 活在圆笔头的外围 需要说明的是 有一类胡比的羊毛 全部带有风影 这类胡比属于贵重的高档笔 水盆工序之后 是截头工序 就是将笔头截扎起来 这道工序看似简单 实则不易 因为胡比的直径 大小不一 小似铁钉 大如棒锤 在截头过程中 必须保证 劲道合适 动作准确 假如劲道过大 笔头可能会蹦开 假如劲道稍小 可能会有羊毛脱落 只有熟练的笔工 才能确保截头迅速 牢靠 朱亚琴出自胡州市 善联镇的一个致笔世家 他从小就在家 帮助母亲 做水盆工序 上世纪七十年代 善联镇组建一家 新的胡比厂 十七岁的朱亚琴 进场学徒 分配他学的 不是水盆 而是择笔工序 我们致笔就是 那个浇水嘛 这个浇水冬天是很冷的 然后你热的时候 还不能用 一定要冷的时候用 这个热的时候 烫的时候 这只笔收不拢 一定要冷了 这个江湖才能收拢 这个冬天 生冻缠度是很多的 经过三年艰苦的学习 朱亚琴出师 因成绩优异 他被安排制作当时最高档的胡笔 玉兰蕊 朱亚琴记得 那是商店里普通毛笔几分钱一只 而一只玉兰蕊则要十多元钱 改革开放后 老字号王一品摘笔桩 扩大规模 将朱亚琴请到胡州市工作 设置组刚到胡州时 王一品接到了一批 新加坡发来的高档胡笔订单 朱亚琴的父亲 将在善联镇王一品的分场 建造这批毛笔 于是摄制组也前往善联 一堵胡笔之乡的风采 善联位于京杭大运河边 距胡州市区有半个小时的车程 明代的洪志胡州府志记载 胡州初笔攻遍海内 其地名善联村 村友寒山 闪电浮屠 奇拙如笔 这段文字是说 在明代 善联便是全国的胡笔制作中心 寒山上耸立的宝塔 就像一只毛笔 善联镇的胡笔一条街上 那都是前店后厂 许多个品牌的胡笔 在这里拥有自己的门店 曾几何时 许多南北客商 会从附近的运河码头上岸 在小镇上购买胡笔 走在这条街上 仿佛可以感受到 沉淀了千年的笔墨清香 街道尽头的中国胡笔文化馆 静静地讲述着 绵延数千年的毛笔文化 这是长沙 左家公山战国楚墓中 发掘出的毛笔 也是中国发现的 年代最早的毛笔 距今至少已有2200年了 这支笔的笔毫 是兔建毫 也就是野兔背上最长的真毫 笔毫包扎在笔杆外围 用麻丝缠紧 这是汉代的簪笔 和战国笔不同的是 汉代笔是将笔杆的一端掏空 将笔头纳入管枪中 与我们今天使用的毛笔相同 由此可见 制笔的方法是在秦代前后 有了根本的改良 而根据在湖州一带通行的民间传说 推进这一改良的 是秦代大将蒙田 这是善连的蒙公词 蒙田被善连人尊为制笔祖师 善连的笔公们相信 蒙田的夫人 蒙田的夫人 补香连就是善连人 当年她看到丈夫常常要撰写奏折 原本使用的毛笔非常不便 于是她协助丈夫将毛笔加以改良 但因为补香连只是一位妇女 所以人们将改良毛笔的功绩 记在了蒙田名下 蒙田死后 补香连回到故乡 把制笔记忆传给了乡亲 这便是传说中的湖笔的起源 之后中华文化丰厚的土壤 补玉湖比达两千年之久 有这样一句话叫做 一部书画是半部出湖州 半部在湖州 就有这样一个说法 很多的大师大家 开创性的大家都是湖州人 最早就是史书上记载的 最早的一个画家曹博星 就是湖州人 所以有这样一个传统 那么这个湖笔的文化 跟这个书画的文化 这两者之间也有一定的联系 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 做过湖州太守 永新寺相传曾是他的旧宅 王羲之的七十孙 隋代的智永禅师 曾在永新寺演习书法三十年 用坏的笔头堆满了五个箩筐 后来智永禅师的书法声明远播 来求资的人将寺庙的门槛 踏破了好几条 于是方丈只好让人用铁皮 将门槛包住 实际上在南宋之前 安徽宣州出产的宣笔 被认为是最好的毛笔 由于南宋烽火连连 宣笔才逐渐凋落 而湖笔取代宣笔 是与湖州的地理位置 和文化氛围分不开的 这个宣城刚好就是在长江沿汉 这个地方 那么很多的笔工 就是向内迁移 那么很多来到湖州之后 发现湖州也有自笔的工艺了 那么就在湖州住了下来 那么跟湖州的笔 这个自笔的工艺再进行融合 那么这个的融合就成了以后 这个湖笔记忆的基础 那么实际上湖笔 实际上就传承了 中国自笔的最好的一套记忆 湖笔崛起于元代 元代大书法家湖州人赵孟甫 十分看重湖笔的制作 他经常与笔工探讨制笔记忆 一支笔不如意便拆列重制 当时赵孟甫的字 画家前选的画作 和笔工冯英科的笔 并称湖州三角 到了元代 古笔为什么民生会大政 一个元统治者 他对工匠比较重视 他把人分成三六九等 工匠的地位还在知识分子地位之上 那么这样的知识分子 很愿意跟工匠交往 工匠也要借助文人 知识分子来抬高他的笔的身价 到了明代 湖笔记忆日真完善 据永乐大典记载 善连村大半能制笔 其笔是他处特胜 自逢英科 录影后代不乏人 农耕之侠即富笔 被耕作之利言 也就是说 明代善连家家制笔 制笔的收入超过了农耕的收入 一方水土 一方人 实际上湖州呢 它是属于一个稻作文化和传商文化 那么这个稻作文化和传商文化呢 因为稻作也好 传商也好 它生长得比较缓慢 对吧 那么它要 很多东西都要精更细做 强调一种精致化的东西 对吧 那么这样就形成了 像湖州这个江南这个地方 这个人呢 心们很细 对吧 那么同样制作毛笔 实际上也是很精细的活 一定要心细 手巧 这个眼要明 对吧 这样才能够把这个活干好 对吧 那么湖州 在湖州这方水土 生长起来的人呢 那就具有了这样的贫富 所以能够把这个笔制好 在明代 湖笔的制作标准也已形成 明代文人屠龙 在他的《直笔墨监》中写道 至笔之法 以奸 齐 圆 剑 为四得 奸 是指笔封 坚韧如锥 不开叉 齐 是指笔豪散开后 平齐 无参差 圆 是指笔头 浑圆云 剑 是指笔封静剑 不拖不败 在奸齐圆剑四得中 以圆和剑 最为难得 湖笔的兴起 对中国书法 也产生了影响 宋代以前的毛笔 以印豪为主 明代以后 仰豪渐渐风行 以前的兔豪也好 黄厨狼尾巴的毛 做的也好 它这个笔 这个大小 就受到限制 这个阳豪 它没有限制 它可以做得很大 可以做得很大 那么这个笔 它因为有这样的需求 那么这个胡笔 它的适应的面 就更加广了 清末民初 运河边的扇连镇 每日熙熙攘攘 被湖州人称为小上海 一方面 来自海内各大城市的 笔庄伙计 会定期来扇连 收购各色毛笔 一方面 许多扇连的笔工 会背着笔带 去这些大城市 走访各家商号 希望能卖出个 更好的价钱 朱亚琴大师的父亲 沈锦华 出生于1933年 尽管自己的父母 也是扇连的 致笔名家 家里做的笔 一向被上海的 大笔庄所收购 但扇连 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 拜师不能拜 自己的父母 因此 十四岁那年 沈锦华背上行囊 前往苏州 在一家苏州笔庄 拜一位 扇连笔工为师 学习择笔 在那个年代 拜师学手艺苦不堪言 特别是第一年 几乎就是师父的杂役 买菜 做饭 都要替师父做 三年后 沈锦华出了师 回到扇连镇 以制笔为生 上世纪五十年代 他觉得自己的记忆 谋生有余 成名不足 于是他决定 再次拜师 这次的师父 是自己的亲舅舅 前连终 但是麻烦来了 按照扇连制笔业的行规 一个人一生 只能拜一位师父 如果想要拜第二位师父 就必须先向第一位师父 赔偿两担大米 沈锦华决心已定 他拿出了自己的全部积蓄 换了两担大米 相当于今天的四百多斤 赔给了第一位师父 并随即向舅舅学艺 当时 钱连终先生的胡笔 大都被北京的 戴岳宣笔状收购 而多位共和国 第一代领导人 都曾使用戴岳宣的毛笔 老西山回转的 这个三位父和麻烦 一定要认真地的 这个你要麻烦治愈了 你都拿着了 从华为出来了 你就是你自己的头 你给你做得好 你就是为东当 中当在这边可以做一段 如果你给你需要一下 送款的就比较有了 一个你都拿着 本来的车位 就用到一样的车位置来 为何个三个人可以做 由于已经有良好的基础 沈锦华第二次学艺 一年半就结业了 结业后 他很快便打响了名声 沈锦华并不因此而满足 他经常向老师傅请教 学习他们的绝活 我到脑子里面来 就喜欢出品 因为出品的一个 不是脑子的劳动 是脑子的劳动 那么你家是如果写出品了 你出品里面下没有油分 这个做得好 做得完了 都会关注 那你做得好了 你又追了出去 到网上里面下了 应该没成绩的 你家是机制比较了 应该开不开的 光阴仍然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 江苏和浙江的八家湖壁厂 举行了一次大比武 沈锦华获得了比武的第一名 今天年近八旬的沈锦华先生 身体壮健 作为王一品的技术顾问 他在善联负责一个胡笔车间 专门制作高档胡笔 而他本人六十多年来 所擅长的一直是泽笔工序 泽笔也有独特的工具 泽笔刀 这是一把弯刃短刀 泽笔有成修笔 是对前面工序形成的半成品 进行最后的修整 使之达到尖 齐 圆 剑的标准 这是胡笔行业工人 最难做的工序之一 笔工必须在泽笔过程中 剔除夹杂在封印中的杂毛 这不仅要凭眼力 还要凭手感 学这个要学多久啊 三年 有的三年 分一点做得好 泽笔的最后一环 叫做磨笔 用一种特质的胶水 将成型的笔头粘在一起 通过拇指和食指的粘动 感知可能残存的杂毛 并将之剔除 然后抹光笔头 胡笔记忆有句行话叫做 三分泽 七分抹 杨好的洁白和光泽 大半就是在磨笔时产生的 像只笔了 像只笔了 我觉得还是皮毛 沈锦华老先生 为新加坡定制的几支高档大铠笔 做起了择笔 这些笔采用了上等洋好 笔杆是紫檀木的 沈老先生完成择笔工序后 将由胡州市的笔工 进行刻字和包装 设置组回到胡州市 准备拍摄胡笔制作的最后一道工序 刻字 胡笔刻字 将横叫做画 竖叫做挺 由于笔管的横竖文理不同 因此横竖分别使用不同的刻刀 先将所有的横笔画刻好 再刻竖笔画 刻字完成后 要在字迹上涂好金坟 放入精美的包装盒 这支胡笔才算最终制作完成 胡笔记忆作为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已经出现了后继伐人的危机 以善联镇为例 一百年前 这里还是家家之笔 代代相传 可是今天 善联已经很少有年轻人 愿意沉下心来 认真学艺了 针对这一困境 湖州市政府不久前 出台了多项激励政策 任何胡笔企业 如果能招到35岁以下的新员工 市政府会向这些新员工 每人每月发给补贴一千元左右 持续三年 这样可以初步解决 胡笔学徒工的后顾之忧 前年我们市长 胡笔学徒市长 很重视我们这个行业 他跟前国人的伦大会议提了一个提案 就是中小休省 要安排一些书法库 这个年教育部已经立在教育制法了 这个年轻的教育制法里有两个方面 一个我们民主的文化本体对我们 第二个对我们这个行业 一个集结性 用毛笔的人读来 我身材常常就有希望读来 政府的扶持有了 像王一品这样的老字号胡笔企业 也在奋发自强 上世纪九十年代 著名书法家启公先生提出 古代有一种麻毛笔 做法失传了 希望王一品试制 朱亚勤带领公关小组苦战三个月 在洋豪中传入合理比例的驻麻司 终于是只成功了 这种柔韧性强 韵莫多的麻毛笔 大得启公先生称赞 于是这种笔便以启公先生的表字 命名为圆白峰 这是激光刻字 在由电脑设计好字型后 可以成批量地刻在毛笔的笔杆上 大大提高了效率 也降低了差错率 这也是胡笔行业 目前唯一一道 可以用现代方式完成的工序 在推陈初心的指导思想之下 近二十年来 锦王一品就推出了 数百种实用笔 收藏笔和礼品笔 丰富了胡笔文化的内涵 毛笔让中国的书法和绘画成为世界公认的艺术 兴起于元代的胡笔 八百年来 一直为文人默克所钟爱 正如胡州美协主席冯汉江先生所说 胡笔能够把字写到干烈秋风 润寒春雨 变化万千 只要中国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胡笔无疑会历久弥新 一个玉兰花锅朵 几块枝了皮 乔首一瞻 就是一个活灵活现的毛猴 老北京独有的民间手艺 你绝对想象不到的废物利用 一卷卷幽默风趣的市井风情 请收看探索发现下期播出的大型系列片 首一第二季之毛猴百炭 和国教科文组织所看重 而作为一种手工艺品 胡笔又是怎样制作出来的呢 浙江湖州位于太湖南岸 今天是长江三角洲经济圈的一部分 千百年来 这里一直是胡笔的主要产地 在胡州市洪奇路步行街上 有一家王一品斋笔庄的门店 2012年的初夏 我们慕名来到这里 您好 您好 请问需要些什么 我听说你们家的店是胡笔最老的字号 对 我今天是专家 作为文房四宝之手 毛笔记录了远远流长的中华文明 自元代起 胡笔成为笔中之冠 前不久 一只中国胡笔 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 杰出手工艺品大奖 实际上 毛笔已经离开普通中国人生活许多年了 为什么这只胡笔 为了早已远离普通人生活的毛笔 为何获得了联合国手工艺大奖 华丽灵秀的胡影 究竟沉淀了几多遥远的文明 书画家手中的生花妙笔 又凝结了历代笔工多少沧桑 请收看探索发现即将播出的大型系列片 首一第二季之 胡笔生花 Feuer博物 你 你的 我的 你 我的 小鸟 我 叫小鸟 meng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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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